嗨,大家好,我是Jason 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回到我们LBS课程学习当中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手机上面显示出了谷歌地图 那么这一节课里面呢,我们要进一步来学习谷歌地图的定位功能 谷歌的定位功能呢,根据触发的定位服务的方式 可以分为自动定位和手动定位 那么自动定位呢,谷歌地图API里面已经集成有了这样子的功能 那么操作起来也是十分的简单 另外一个呢,是手动定位 手动定位呢,主要是在地图图层上面 通过点击或者长按事件来触发 获取当前地理位置信息的一种方式 这两种方式呢,最后都能得到指定位置的地理信息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坐标的一个信息 OK,那么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 首先我们在上一节课的代码技术上面 在上一节课的代码技术上面 再做一些优化 这节课的功能呢,还需要使用到一个重要的一个类 就是location client location client 这是一个定位服务的一个核心类 那么定位服务的核心类呢 我们声明了这样子一个类 那么我们相应的得有个地方来启用它 在说明这个启用之前呢 我们又知道定位服务所对应的几个重要的回调类 OK,我们实力化的代码 我们同样写在我们上一节课的setupMapIfNeed这个方法后面 OK,我们声明一个setup 如果对象是空的还没实力化 那么就给它new一个 OK,这当中呢 这当中需要传递几个仓数 这几个仓数呢 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仓数呢 第一个是get 是要传一个上下文 那我们将application的上下文传递给它 OK呢 后面这两个仓数应该是什么呢 这两个仓数呢 分别是定位成功的一个回调 还有一个定位失败的一个回调 这两个仓数呢 OK,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为了代码上面的方便 我们将它 我们在顶头这个地方寄成它 就是定位成功的一个回调 好,那么还有一个是 onconnection OK,那么同样的我们要实现它的一些方法 我们看到 OK,那么下面这两个呢 下面这两个呢 是属于 属于connection callbacks这个接口 那么上面这个呢 主要是帮助我们 在连接失败的时候呢 能做一些相应的处理 比如释放一些资源呢 或者打印出一些提示的语句 按照正常的使用流程呢 我们在实力化了location client这个对象之后呢 我们必须调用它的connect这个方法 那么 调用这个connect方法 那么也就是代表 我们已经开始启用了这个定位的这个服务 同样的 一旦调用这个方法呢 相应 onconnected 这个方法就可以调用到 那么在这个方法当中呢 也就代表着我们这个定位服务 可以成功的启动 那么在成功启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同样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需要调用 它的request location updates 这跟我们旧版的写法是一样的 OK 这个request location updates 这个方法呢 才是真正的去调用那个定位服务 那么这个方法当中呢 需要两个参数 那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参数分别是什么 OK 一个是location request 一个请求的类 那么这个location request这个类呢 主要是封装了 一些初始化的 一些参数 后面呢 这个location listener 想必大家应该也清楚了 那么也就是当你 当这个谷歌地图 有数据返回 有回调的时候 好 我们这个listen呢 这个listen呢 就能做出响应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实地化这两个类 实地化这两个类 我可以讲解一下 这几个主要的参数 首先呢 是这个设置时间间隔 那么这个时间间隔呢 同样是以毫秒为单位 这个间隔设置了之后呢 也就是在我们的定位过程当中 自动定位的Post当中 它就没间隔 我们指定的时间间隔之后 实现自动定位 设置了这个时间间隔之后呢 程序就会在我们规定的 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定时的 启动这个定位服务 获取地理位置信息 那么我们这一个地方 是设置5秒 还有设置一个快速时间间隔 那么这个一般都是设置 设置10秒 第三个重要的参数呢 是设置这个定位的 一个优先级 那么这个优先级呢 我们一般呢 一般呢是设置 这个balance power 这是第一个啊 这个呢 跟其他的区别呢 主要是它是会考虑 我们电池的实用情况 那么这个优先级呢 我们通常会优先考虑第一个 OK 参数设置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实地化第二个参数 有关这个listen location list OK 同样的 在这个地方定一下 在这个地方定一下 在这里面呢 主要是监听到我们的地图上面 在这里面呢主要是监听到我们的地图上面 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将这个信息捕获下来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了也是方便的我们做一个输出 那么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获取到的是一个地理位置信息 那么也就是这个location类 location类里面包含 包含了我们的所需要的一个经纬度 我们将近纬度输出出来 我们下一个视频后 这个出发来的 有什么情况 我们下一个视频 们下一个视频 7 3 5 6 7 好 这个时候呢已经将定位的代码已经写好了 那么同样的我们实例好了这个定位之内之后呢 那么相应的初始化之后 我们要知道在哪个地方释放掉它 我们在pass实践当中将它这个对象释放 OK 这个就是自动定位 那么这个自动定位的原理其实呢 就是通过设置好的这个时间间隔 那么让它按照这个规定的时间间隔 去自动定位获取到地底位置信息 OK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手动定位 手动定位呢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声明Map这个地方呢 需要注册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就是一个长按时间 当然了还有一个点击时间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的影视方便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注册一个长按时间 那么这个长按时间呢 同样的我们必须去声明它 在这个地方呢实现了长按时间 那么长按时间同样呢 这个地方呢实现了长按时间 这个地方也会回掉 会将它的那个地底位置信息的经纬度 这个地方注意只是经纬度 它的经纬度信息 重回到这个方法当中 OK 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做一个输出 它是两个属性 它是两个属性 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 OK 这个时候呢 然后我们已经将这个定位的代码 编写好了 好了 下一步呢我们就放到手机上面去运行一下 OK 我们通过手机助手呢 来真实的反映我们手机上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我们打开APP之后呢 谷歌地图就帮助我们迅速的定位 将我们当前的位置在地图上面显示出来 OK 我刷新一下 那么这时候呢大家看到 地图上面的这个蓝色的圈 这个蓝色的点就是我当前的一个地理位置 那么这个进度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自动定位 自动定位呢就是谷歌通过它自己的一个机制 但是间隔一定时间呢 将我们地理在地图上面的位置定位出来 OK 那么我们还讲到一个手动定位 手动定位呢 我们是通过注册一个长按事件 在地图上面长按某一个点 然后获取该点的一个地理坐标信息 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将我们的地图的缩放几点改变一下 好我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OK大家看到上面广州市的那个点没有 好了我这个时候呢我就在这个点上面长按一下 大家看一下会出现什么信息 好刷新一下 OK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面显示出了我刚才长按的那个点的一个坐标信息 那没错 这个坐标大家可以放到那个谷歌的那个网站里面去去校对一下 这个坐标是相对准确的 OK 那么这个 OK那么我们学了这个手动定位跟自动定位 那么这两种定位方式呢 在谷歌地图开发过程当中呢 是非常有作用的 那么通常我们会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 地图 来完成 地图的一个交互 那么时时刻刻就可能用到这两个定位的方式 OK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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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